2024年3月18号 我在北京 做这节目 这个邯郸三个男孩杀死同学仪式 大家都知道过了 其实过了很多天了 很多人让我做这个节目 人说王菊也没做这个节目啊 别人有的敏感的人也没做 完了 也有很多人做了 东哥 你身为在国内在北京 你也得做这个节目啊 国内的一些主播大部分都没做 你得做 既唐山的事件之后 提炼女事件又是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都是牵涉到妇女儿童啊 孩子是 所以呢社会敏感度特别大 其实我也是考虑在三 我今天要做这个呢 可能跟大家的还是想法 有一点点不同 有两点 大家我就开始直接聊到 姑妈这视频还是得挨骂 挨骂无所谓 东哥挨骂是多了 你算老几 开始 首先这两这三个人到目前为止 我收到的消息 我看到消息 跟大家一样 我看到消息 都是这个媒体上的公布的消息 当然了也有一些网友的反馈 但是我总结起来 目前可信的呢 就是这个三个孩子 是以鼓励杀人被刑事拘留 那在中国法律上12岁到14岁 如果是情节重大 抢劫杀人 强奸这样的情节重大的 虽然未成年会申请到检察院最后是负刑事责任 这是没错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有没有死刑 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 是18岁以下是没有死刑 16岁呢 就是全面的负有刑事责任 这三个杀人的孩子 杀人的孩子 未满14岁 那也就说刚出一出二 这是没有死刑 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 这个法律怎么样 对不起 我不是完全的法律工作者 但是我认为 目前中国这个刑法 对于未成年犯罪这个条规定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你们看罗翔老师 他的视频 有人问 这个是不是不适用于死刑 罗翔老师说的特别的 那个小心 说这个目前中国的法律 是不适用死刑 完了之后 他问 你们看很多电视台 问其他的专家 专家都是套书说话 都是说按目前中国的法律 这14岁以下 这个是不适用法律 不适用死刑 什么意思 就是 大家问 问你的态度 知识不支持死刑 把这14岁以下孩子 死刑 这些律师和专家 非常聪明 比我他妈聪明 他们就非常圆满的说 委婉的说 中国 中央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18岁以下没有死刑 所以 这14岁的孩子 应该是没有死刑 他们说的特别的 怎么说呢 原话 我直接了当的就说 目前这个法律 中国这个 对未成年人 这个目前这个死刑的法律啊 我觉得 是恰当的 都 徐耀东 你敢这么说 全国人民都呼吁 把那14 把14岁以下的孩子 弄成死刑 全世界人民都呼吁 你他妈的凭什么 就他妈说这呀 难道你他妈没有孩子吗 我一个孩子 大女儿今年12岁 一个儿子今年 刚刚过完315的生日 6岁 他们说 徐耀东死的是你的孩子呢 说的非常的尖锐 我说 这个 叫什么 位置转换 每个人都有 但是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目前这个法律 你们试想一下 14岁以下 这三个孩子 如果被执行了死刑 我觉得 将给这个社会 法律体系和教育体系 和人性 带来更大的挑战 全世界 不全中国 很多人都说 徐耀东 你应该要求他们判死刑 但是同志们 朋友们 先生们 女士们 这三个孩子 未满14 他们是恶魔 他们会被惩罚 但是如果 为了他们这三个人 把法律改了 改成14岁以下的孩子 也是用于死刑 那我只能说 朋友们 先生们 这种小小的杀人犯 小小的恶魔 会越来越多 不会少 不会少 为什么 这是我今天最关键的 要说的了 本质不改 光把这个法律 给调成了14岁以下 也可以要死刑的话 这太可怕了 可怕到什么地步 哪个国家 都有这种热恶血的案件 都有恶劣的 包括法国很多未成年 满街抢劫啊 满街的越货什么的 他们被抓住 也是 监禁啊 或者什么 也没有这些死刑什么的 每个人都要有人性 什么意思 就是 我国这回这个事 在全世界 其实哪都有风 包括世界最安全的 日本也有发生 也有过发生 那么 达尼的教育呢 本质就在于教育 这个我认为 不是法律的问题 是纯教育问题 为什么不是法律的问题 这次就是 目前中国的这个刑法 对孩子的这个 此行的界限 18岁以上 18岁以下 没有的 这个是正确的 目前我们这个社会 错误在哪 错误在这个仇恨式的教育 这些孩子 为什么能出现这些事 可能还会多 就是因为仇恨式的教育 打他妈的幼儿园 就背炸药包 就要炸交宝 打他妈小学 一问你讨厌谁 喜欢谁 我喜欢爸爸妈妈 讨厌日本人 你们想想 你们想想 这是幼儿园就背着大药包 小学初中了 仇恨式的教育 又让我们 他妈的仇恨日本呀 美帝 长大了 长大了 有司马南这样的大傻逼 有他妈一个人 莎士比亚这样的 胡说八道的骗子 到处的仇恨国家 我们仇恨过日本 仇恨过美国 仇恨过法国 加勒福嘛 仇恨过韩国 乐天嘛 仇恨过德国 仇恨过越南 仇恨过缅甸 仇恨过印度 仇恨过蒙古 仇恨过俄罗斯 就是全是仇恨 打小都能背着炸药包 做演出的一个国家 你们告诉我 你们告诉我 长大了能他们有什么好 这三个孩子 一样都是恶魔 他们 但是这个整个的 这个整个的 穷顶之下 都是他妈的 都是恶魔啊 都是恶魔制的教育啊 都是仇恨制的教育 都是复仇制的教育 我们家姑娘 五年级的时候 去中山公园 汇报演出 在区里 整个班合唱 我还挺高兴 我亲自去了 我站了一特别好的位置 左撞右撞 撞出一位置 给我们家姑娘拍照 拍出了一个 全班都是红军装在那 唱歌 完了之后 歌唱 这个 仇恨 那个国家 要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党反动办 什么都他妈打倒 六年级 五年级啊 就他妈打倒这排那排 大家明白吧 所以我今天 我可能还是这句话 我就得了一些人 中国目前的这个死刑法律 对于未成年的少年来说 青少年来说 是可以的 就是首先两件事 第一 中国这叫法律体系 对于少年这个死刑啊 我可没说别的法律是合理的 我说对于这个死刑的界定 18岁以上 18岁以下 还有对于刑事处罚 14岁 小于14岁 小于16岁 大于12岁 14岁的刑事处罚 我觉得这个法律算是严谨的 所以我今天 我阐述的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阐述的问题就是 这样恶劣的谋杀 这种这量恶劣的他杀 归根于 不在于 不在于这个法律有漏洞 这个三个孩子必须要死吗 归根于这个 他妈的社会体制的教育 所有的都是仇恨式的教育 咱们可以把 我可以毫不留情的说 这三个孩子的犯罪 可以联系到像现在 农夫山玄 他妈的这个 他妈的这个事件 可以联系到 他妈的日本合育的事件 可以联系到太多 就是你们打小时候的教育 都是要仇恨一个地方 仇恨一个地方 仇恨美国人 某个人 慢慢的长大 从幼儿园一到成年 也是继续在带仇恨 从他们幼儿园就被炸包 一直要长大 我们看他们斯马南 沙士比亚这样的王八蛋 这样的畜生 这样的傻逼 还在庙堂之上 还在他妈的抖音呀 视频号到处的发东西 恶心不恶心 所以今天我以上阳达两点 有很多人博主不想说 不敢说 或不方便说 我学校都习惯了 我习惯了 我就要骂 所以大家关注这三个孩子 恶魔 反对分子 死刑是否死刑的同时 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反省一下 这他妈仇恨的社会呢 我徐晓东打小 也是被这么仇恨的社会 咬起来的 你们可以看我 徐晓东这个节目底下 我有一千多条视频了 你们可以搜关键词 叫17岁的花季 我徐晓东高一 一个人从理新学校到132 完了这个班 有很多都是体育特长生 转过来的 他们都认识 完了急急火来欺负我 急急火来打我 他们以打我为乐趣 天天打我 你们懂吗 我他们就是一个杀包 他们以打我为乐趣 上早操打我 下早操打我 去错错抽烟打我 蹲哪给我打嘴巴 抽完烟他们回班 我他妈的再自己爬回去 刚第一学期高一啊 直高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拿了一把刀 我藏在我的袖口里 我对天发誓 我今天你们谁打我 谁我被我杀了 上早操下早操 他们又打我 下来的时候 下早操了 我们班在三楼 从一楼到三楼 他们从一楼打到我二楼 还要再打我 我说你们谁再打我 杀了谁 他们都不信 因为我的刀是 我的刀是反我 搁在袖口里 当时有小福 他们打我 就直接捞出来 往下捅 第一个捅 捅脑的 扑就捅进去了 第二个 砰就捅到后背 另外一个人的后背了 我捅了四个人 我不隐晦 我做了个视频 17岁的花季 17岁还是16岁的花季 你们看一下 我把我整 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过程 我全说了一遍 我也是 他妈红旗下的蛋 我也是这个仇恨的教育 培养出来的略智品种 不好意思 这个视频又说到了 特别 因为达到我的亲身经历 这些什么 行了 我不多说了 欢乐一点 欢乐一点 越咱们筹完 又有很多人 跟我这儿逼一逼了 捅 欢快一点 不是烟啊 乌画杆 乌画杆 里头有庞大海 有甘草 薄荷什么的 大家呢 可以扫码 这个呢 还可以充电 一抽抽好几天 跟原来的MAT一样 就老兄弟们 你们知道 我薛小冬推荐的商品 都是物美价廉的 你们买就行了 买就行了 不要 不要 不要考虑这了 琢磨 这个他妈 破机 把咱们经济 买就行了 特别好 包括第二个的酒 东哥的腰酱酒 我拍视频 我让很多朋友来评价这个酒 没毛病吧 大家都说 这酒他妈的 这个价格太牛逼了 没错 这个酒 这个价格就几十块钱的酒 喝出上百块钱 大几百块钱的品质 就是这个酒 就是这个酒 所有人的浑贵 百分之百都是这么说的 我不能跟五粮业 茅台呀 国教比比不了 但是 竞价比太牛逼了 还有茶叶 这样的茶叶 为什么 东哥那么推荐的少 这买这一柄茶叶 喝他们一年 喝他们一年半 卧槽 太实惠 太能喝了 价格呢 都是平时茶叶的一半 可能还不到 三折四折 所以东哥 目前我是打拳 上课 但是现在打拳教课呢 整个的整体环境 包括整体中国 北京的经济环境 对于民营企业 非常的举步维艰 你们不可以不信我 问问其他的权管 建设方 你们得到的结论都是一样 所以我学耀东 在我努力教课 我的哥们 今天啊 19号18号 正式的恢复 就开始上课了 当然不能有权力 但是也慢慢上课了 感谢朋友们 平时来上我的私教课 来我的全管 也感谢大家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 孩子班呢 我东哥已经做了七年八年 我已经做了八年了 算北京城非常早的 做孩子的四岁到七岁 七八岁到十二岁的搏击课 强身健体 确实是真好 反正我们家规矩期待是初一 从小学就开始 到现在我们出门都说 不能欺负男同学 也不能欺负女同学 因为我们家姑娘 我不高 我爱人也不算高 但是就打小训练 吃得好 打小训练 喝牛奶 三岁就到我的全管理训练 现在她的身高是一米七六点七 体重是八十八公斤 不胖 壮 完了之后好多教练 好多职业队教练都看上了 让她去练 我这也是 平时在我这练 完了之后在别的地方都练 儿子今年上小学 也是今年上小学 我们对她的教育也要开始了 还是那句话 我不能对她是仇恨的教育 那么现在需要什么教育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爱心的教育 比如说家庭的爱心 社会的爱心 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帮助 少一些动不动就罚这罚那 处罚这处罚那的 现在呢 我下次再做节目 我抱怨一下 我他妈坐到火车 火车上就是不能抽烟 抽烟的违法 不能干这不拿 搬这的被罚 违反的被抓什么的 我出站出站 坐地铁的出站出站 全是安检 这潜残的 这潜残的 完了每个车厢都他妈的那种 不言一言 完了之后呢 去一些稍微 城市二环一礼的地方 哪儿哪儿都警察 哪儿都保安 你给大家展现出了 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体制 是他妈的 非常如临大敌的 暂时的社会体制 老百姓宽松 轻松的生活在哪儿 哪儿哪儿都是 查你查你 罚你罚你 威胁你 威胁你 好像就没了这些 到处都会有 有有有重大事件似的 不好意思 又他们逼逼了啊 又他们逼逼了 对不住 最后最后 我下次再得宝吧 对不住 通过来三个这个视频 日本移民 欧美移民 两个 一个是日本移民 三个移民公司 这是我孙晓东信任的 如果大家想咨询什么的 可以扫他们码咨询 这三个资源公司的老板 都是我孙晓东信任的 有两个都是朋友 所以大家可以支援不惠的去问 只要是通过我介绍了支援不惠的去问就可以 如果你想日本移民 我信任的是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只做投资日本移民 留学的工作的都不做 请记住 我孙晓东信任这家公司 他只做投资移民 日本 这家移民公司 主作欧美移民 老板是我十多年会员哥哥 我非常信任 欧美移民 还有圣卢西亚 圣吉祠 这两个性价比最高的护照 大家可以咨询扫码 这是我信任的移民公司 主作的是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投资移民 护照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扫码咨询 这是我信任的移民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